粉丝到机场给爱豆接机不可怕 可怕的是去给韩国欧巴接机 每每有韩国欧巴现身机场总是会引起骚乱甚至瘫痪 日前大热男演员朴海正空降北京再次引起粉丝疯狂 当天至少有几百名粉丝机场大厅楼上楼下全是人 不少演名手快的粉丝们趁机给朴海正塞礼物塞鲜花 他竟然不论大小都亲手接过 在手里即使差点被击倒他也不烦 依然笑着跟粉丝们挥手致意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 一直到出了大厅他还不停微笑挥手 跟高冷的韩国爱豆们相比 简直是中央空调级别的暖男 离开机场朴海正先回酒店放行李 然后就带着众多工作人员浩浩荡荡挽出觅食 韩国人最爱的北京美食当然非烤鸭莫属 众人来到一家有名的连锁烤鸭店 期间工作人员们不停热聊 朴海正却显得有些沉默不怎么说话 却默默拿起了一个小饼包了一份烤鸭 递给了对面的光头大哥 又包了一个递给了另一位大哥 又包了一个给了身边的女生 最后才包了一个给自己 这也太贴心了吧 妥妥的绅士范儿 进了一轮烤鸭爱干净的朴海正 拿起湿巾不停擦手 粉丝们此时不舔眉手 更待何时 优酷全娱乐 欧巴欧巴擦浪海 我们永远支持你 独家报道